前段时间没有离开了我们,因为癌症,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个事实,大家还记得去年乔人俩自杀去世的消息吧? 那可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,其实在那期间,还有一位老戏顾也去世了,但是没有得到大家的注意,高明元明游明哲,结果两次欢,出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。 在电影镇头中扮演阿禅诗,出道几十年来,也拍了上百部影视剧,有台语片,也有过语片,如牙女情声,咬牙人家等。 高明老先生的一生十分的传奇,他的演技也是十分的令人佩服,但是传奇了一辈子,在去世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重视。 高明曾带着妻子上过节目,在节目上高明表示自己已患有之肠,淋巴,膀胱等无中而症,但当时病情已被控制,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三年左右,但是两个人对于真子看得很开,该吃的吃,活着开心最重要,但是没想到在去年的二月份, 这位老戏骨被人发现,在家中通过上吊的方式自杀了,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已经83岁的生命,之后在口袋中发现高明先生的遗书,妻子看到遗书内容,泪流满面。 至于为什么会自杀至今是个谜,高明先生身上患有五种癌症,当然患了一种癌症就已经很痛苦了,而高明一下子患上了五种,肯定是特别痛苦,所以最终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愿天堂没有病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